郑爽决定重新考虑与张恒关系,留性后不辞而别,粉丝难道要分手? 郑爽这几年来的变化大家都是看在眼里的,他对待事业认真负责,对待感情也是一直都很用心,但是纵观他的择偶对象和他似乎都不太大,不过在一些网友的心中还是肯定张汉的,而他的男友张恒的表现让粉丝们再一次对他的眼光有了质疑。 众所周知张恒不仅仅是他的男朋友,同时也是他的合伙人和经纪人,多重身份让他们之间的恋人关系也变得复杂起来。 而在节目即将收官的时候,郑爽决定重新考虑与张恒关系,他在节目中留性后就不辞而别,而信中写着他要好好考虑一下他们之间的关系是否太多种,而张恒给他了好几通电话都被挂断,之后张恒有些无助地在房间和客厅一直寻找, 其实从节目一开始的时候,张恒对待问题的时候冷战的态度一直都让大家不满,而且对于多重身份,他并不能好好地处理,这样的情况下,分手也是可以理解的。